大家好,我都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工地上我们经常遇到的木材开裂变形的情况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如何尽量避免和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尤其是户外的这些木头像做代壳或者做粪刺的时候 像这种柱子经常的开裂 而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这种开裂 大家要明白木材为什么会开裂变形 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木材尤其是户外的木头它都是防腐木 防腐木在制作的过程中要把这些木头放到药水里面进行浸泡 再把它运到五金商店进行销售 浸泡完了这个木头它的含水量特别大 很多时候你去商店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一摸上面都是湿的 而这些木头你放到工地上以后 你把它不管你做成代壳还是粪食 做完了以后当太阳一照射这个水分快速的流失 这个木头里外这个硬力就不一样 最后就会出现它这个弯曲变形还有开裂的情况 而刷上C了以后它可以在这个木头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这个水分不容易流失出来 或者说它的流失的速度会比较慢 这样的话它这个硬力就会有效的减少 你看在这有很多的这个DEC的这个油漆 有透明的 然后呢还有是这个就是纯色的 此外呢还有像这个C的就是雪松的颜色 还有呢是防水的 我个人并不建议在这个DEC板或者说是平面的二层六的这个防腐墓上刷这个C了就说是防水 因为刷完以后啊你下雨的时候这个板呢它从它的这个背后呢把这个板给浸湿了 但是呢当蒸发的时候整个这个面上这个水出不去就会导致这个板过早的进行腐烂 一些DEC师傅就会发现如果这个DEC没有做保养 可能呢能用个几十年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DEC呢刷完了这层防水以后呢 反而是呢它的寿命会大大的这个减少 立座这个一般来讲还无所谓 但是呢尤其是面板平面的这种最容易啊进行腐烂的因此刷油可以尽量呢不要刷这个C了 木材需要透气防水的话反而会加速它的腐烂因此啊在这里我选择的话是油性的OIL 从这个边缘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油在渗透 而且渗透完以后呢它表面是干燥的不是那么油糊糊的 而不像C了C了只是表面薄薄一层 它渗透进去以后呢可以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油啊它还可以透气 也就是说呢如果里面有潮气也可以出来 虽然说出的速度特别慢 但是呢它也可以呢让这个木材进行一个呼吸 不至于呢里面腐烂 刷完以后的样子现在呢还没有干 这些位置已经有点开始变干了 通常情况下你如果去Homo Depot 然后呢你问这边的销售你说哎我这边这个粉丝 或者戴口状有什么时候这个上游或者上色 他们通常的这个标准答案都说是你这个两个月以后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尽量呢是你这个木头到了现场以后 你在安装之前你就可以刷 但是呢一定要确保它这个表面不是太湿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这个干就可以刷 因为呢它本身也可以渗透 而且的话你还可以多刷几遍 做完以后还可以再补一补 这样的话当它都渗透了以后呢 就可以对这个木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你既可以在施工之前来进行刷也可以在施工以后刷 反正是你刷的越早 这个水分流失的速度越慢 它这个木头开裂变形的机会就会越少 现在是两个多星期过去了 原来的这个裂缝呢没有再增加 而且的话是其他的这些住的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就说是开裂的情况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小队您有帮助咱们下期见 拜拜